大思想家王阳明 漂漂亮亮的打了一个胜仗 用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时间 替明王朝平定了 明王朱陈豪的叛乱 这一下吧大伙都吓着了 没想到这大文人 是军事奇才呀 活捉了朱陈豪 但是王阳明也没受到什么封赏 为什么呢 朝中那昏君朱后赵 跟那全臣江兵 俩人根本就没以为 这朱陈豪叛乱 能造成什么危害 相反正想着发出去玩呢 所以当然顾不上 能封赏有功之臣了 王阳明立功立功吧 以后再说吧 这一扔脑后可就忘了 朱陈豪的叛乱 在这位明武宗朱后赵看来 这简直是旅游的借口啊 旅游啊 刚打北边玩完回来 正好借机南下呀 哎我来个南下清征得了 他正想着呢 有人报给他了 说已经抓住了 王阳明也办的 嗨 这王守人怎么这么好事啊 朱后赵跟江兵商量 要不咱们俩不发布这消息 对外就说还没评判呢 咱们来一趟怎么样啊 您找这什么皇帝 这会儿都没有南下的必要了 他却继续南征 为了就为到南方看看秀丽的景色 旅游这么一圈 谁也拦不住啊 江兵 那是皇帝的宠臣呢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走吧 带着十万大军 往南边就下来了 走到山东临清的时候 哎 大伙一看怎么皇帝找不着了 皇帝丢了一个月 那暗军不动 谁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呀 先找皇上 皇上让朱后赵哪儿去了 朱后赵碰见一红尘之己 感情在太原的时候 他曾经得到了一个异计 叫刘良女啊 对这个刘氏他宠爱一时啊 西游宣府的时候 他特意把这刘氏女安置在西院太叶池的藤昭殿中 号称为夫人 外边俗称就叫刘娘娘 朱后赵对这位刘氏女非常好 当时在他那个安乐窝报房里边 有谁要是犯了点小错 只要问这刘氏女这儿求求情 刘氏女跟这朱后赵一说 那就不被追究了 你想宠爱到这个程度 这一次南巡能不带着吗 朱后赵特别想带着刘氏女同行 可偏偏这会儿刘娘娘得病 所以就决定以玉簪为信物 现在奴家不能跟陛下同行 在过几日 奴家病好之后 陛下可派人持玉簪为信物 回来接我 我便随军前马 好 约定好了 结果朱后赵 过卢沟桥的时候不小心 把这玉簪掉河里了 到林青时候在这儿才发现 哎呦坏了 赶快派人吧 去接刘氏 带立风信去的 带信去不行 没信物 刘娘娘还不来呢 朱后赵 只好跟谁也没打招呼 偷偷回趟北京 然后把这刘娘娘接来 整耽误一个月 这大军在林青这儿 都撞了笼了 找不着皇帝了 你这受了吗 他回去接媳妇去了 正得十五年呐 南巡途中的诸后赵 在青江浦这儿垂钓 青江浦 就是现在江苏青江市一带 他到这儿钓鱼 那不南征吗 南征是对外讲 实际就是南游啊 他出来玩一玩得了 在这儿钓鱼呢 自己架着一只鱼舟 在江上往来 这皇帝什么都会 那年头实在是没有什么机械的东西 要有个火车 他也能学着开开 这会儿这皇帝 撸个膊挽袖子 带着斗笠 光脚穿麻鞋 站那船头正划船呢 玩得挺高兴 一不留神不懂 船扣过来呢 还是技术不到家吧 要不怎么的 把这位皇帝给扣那船底下去了 和连夜带呛 老半天才被救上来 好玄就给淹死啊 左右把他救起 这会儿是什么天气啊 九月份 九月份那江水 已经很凉了 不是阳里九月 银里九月 江水寒凉 使得诸后照 落了病根的 你想平日里那身体 在暴房里给折腾的 已经不怎么样了 打这儿起 这身体 就没恢复过来 诸后照 匆匆忙忙 结束难游 回到了北京 你倒好好养病啊 他仍不收敛 照旧是纵情荒淫 身体是日益虚亏 太医院的医生们 累的头发都掉了 眼睛都熬红了 把所有方子都开出来了 也没能挽救 诸后照的性命 几个月之后 诸后照 病死于暴房 结束了 他荒唐的一生 这位明武宗 诸后照 死的时候 刚刚三十一岁 明武宗一死 那全臣江兵 可就没了靠山 现在 皇太后张氏 秉执朝政 信任的是 顾名大臣 内阁首府 贤相 杨廷和 利用颁布遗诏 做出了一系列 脚臂反正的决定啊 当时朝廷 由杨廷和 主持政务 杨廷和 跟皇太后 首先就把江兵 当年掉进京师的那些 边兵 遣还各阵 哪来回哪去 江兵一看这不行 没军权了 朝廷大撤京城的鞭兵 自己心里边非常害怕 手下人劝他 您抓紧时间吧 都撤走了 再收拾您 您可就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没人了 马上反叛 还赶叹 万一失败 您可以逃走塞外啊 江兵犹豫不决 不时派人到内阁中 却打听打听风声 杨廷和 一边稳住江兵 一边暗中跟太监 温祥 魏斌 张勇 跟他们去商量 设定计谋 趁着江兵进宫 觐见太后的机会 立即逮捕江兵 随后就抄了他家了 看我这一抄家 把这宰相杨廷和 吓一跳 江兵他们家 光那黄金呢 搜出七十多柜子来 白银是两千两百多柜 论柜子装金银 珍宝就无了数了 一直到世宗继位 江兵才被正式宣判 出以寡刑啊 把这全臣算给寡了呀 继位的是谁呀 就是那位明世宗 朱后聪 因为朱后聪的年号是家境 所以人们更习惯 叫他为家境皇帝 武宗诸后赵 因为没有儿子 死后 皇太后跟内阁首府 杨廷和 就商量谁来即位呀 根据皇民祖训规定 兄中吉地 有这么一个条款 那么 以武宗遗诏的名义 就立新宪王 朱又杭的长子 宪宗皇帝的孙子 也就是武宗 朱后赵的堂帝 朱后聪为世子 继皇帝位 武宗 朱后赵的父亲 叫朱又称 朱后聪的父亲 叫朱又杭 这不哥俩吗 因为那一阵 没有子嗣的 朱后聪 捡着皇位呢 继位的时候 刚刚十五岁啊 本来 朱后聪 在湖北兴献王国的 封地里边 做那王爷 做得挺好的 爱好诗歌 爱好书法 小时候跟着父亲 也进北京 觐见过皇帝 朱又杭 在前几年病死了 那么这个封国 就由朱后聪来管理 朱后聪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能当皇帝啊 这会儿朝廷派出一支 由太监 勋贵 皇室 朝廷大臣们 组成的庞大的迎接团 前往湖北去迎接新皇帝啊 朱后聪 做了白日梦 就到了京郊了 杨廷和 秉承太后的意思 要求朱后聪 由东安门进北京城 居住在文华殿 择日即位 朱后聪不答应 杨廷和只好退让协商 朱后聪就在郊外 接受群臣的祝贺 而后从大明门入城 这是新皇帝 跟朝廷大学士们 关于权威与正统问题的 第一次交锋 打这天开始 这种交锋 就越来越激烈了 朱后聪在奉天殿即位 改次年为嘉靖元年 这就是那位明侍宗 人家要求走东安门 住文华殿 他偏偏进大明门 在奉天殿即位 这已经说明 这个小皇帝的个性 十分鲜明 侍宗嘉靖即位之后 下令理官讨论他父亲 兴献王的纪理 跟尊称的问题 他父亲兴献王 叫朱又行啊 现在我当了皇帝 我这父亲怎么办呢 理部尚书叫毛成啊 毛成感到很为难 就要去向大学士 杨廷和请示 现在百官之首是杨廷和 您看这事怎么办 杨廷和以历史上 汉代定逃亡的事情 作为例子 告诉毛成 说当年 汉成帝不也没有子嗣吗 那么事先安排他的侄子 继承他的皇位 汉成帝死了之后 定逃亡当了皇帝了 这就那位汉哀帝呀 杨廷和告诉毛成啊 此足以为惧呀 你当你的皇帝 跟祖上没关系呀 毛成就上书 要世宗参照历史上的势力 尊孝宗为皇考 新宪盲为皇叔父 新宪盲妃为皇叔母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说白了 就是把他过去过来了 和世宗皇帝极为不满啊 接着这奏章 这拍案大怒啊 这样的话 父母难道可以更换了吗 下令朝廷大臣 你们重新讨论 嘉靖皇帝不愿意把自己 过继给朱又称 我父亲叫朱又行 我凭什么管父亲叫叔叔啊 你们接着再讨论吧 七月份 有一名大臣叫张聪啊 张聪了解此事之后 揣摩透了世宗的意思 他递上了一份奏书 驳斥杨廷和 毛成等人的主张 认为这个世宗入计大统 与汉代定陶王不一样 定陶王是预先就养在宫中 立为处事的 而现在陛下呢 是按照祖训即位 并非是孝宗的后代啊 还提出应该为兴献王 另立寺庙 世宗皇帝对这个奏书 是倍加赞赏 此论出 五父子权宜 我当皇帝 我爹爹跟他沾光啊 就这么着 他下诏书 让杨廷和诸位大臣 遵其父兴献王 为兴献皇帝 其母为兴献皇后 但是杨廷和坚决反对 封还首诏 您那诏书不能下篮 一些大臣同时 也都上书弹劾这张葱 你瞎出什么主意啊 这时候 世宗的生母 从家乡来到通州了 听说大臣们 要以孝宗为皇考 世宗他妈不干了 怎么能让我的儿子 成别人的儿子呢 这北京啊 我不进了 死活不进京城了 和世宗被孝顺啊 知道之后大哭不止 甚至摔皇冠进行要挟 杨廷和重臣是迫不得已 只好顺从这家境皇帝 让世宗以太后的名义 追尊兴献盟为兴献地 兴献王妃为兴献后啊 大臣杨廷和他们虽然做了让步 但对大礼仪之中迎合世宗的张葱 耿耿于怀啊 你就知道顺着皇帝说话 哪有这么办事的呀 杨廷和做主 他们把这张葱 外放到南京 做刑部主事了 就在这年十二月 世宗嘉靖皇帝 又要下令 要加兴献地 兴献后以皇字 原先说这兴献地 兴献后 没这皇帝的皇字啊 现在把这字再加上 杨廷和再次反对 仰汉君臣之间 又要为这礼仪之事争执起来 这会儿发生一件事 暂时打消了世宗的主意 感情在嘉靖元年正月 也就是公元一千五百五十二年 交涉祭奠刚刚完毕 清宁宫后天 忽然发生火灾了 世宗嘉靖 迷信神灵啊 接受了杨廷和诸位大臣的建议 称孝宗为皇考 兴献地 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不再加皇字了 这么看来 杨廷和是取胜了 但是他得罪了嘉靖皇帝啊 因为多次持异议 让这世宗身为不满 闹这么一位大臣 天天跟我唱对谈戏 我留你干嘛呀 审时多事 过了一年 把杨廷和给辞退了 就在杨廷和离任前不久 南京刑部主事贵厄张聪 又重开礼仪之争 这二位出面上书 明世宗啊 主张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 兴献帝为皇考 孝宗朱又称 不是大爷吗 加个脖子不就完了吗 那么您的父亲兴献皇的 那还得加皇子啊 就得叫皇考啊 兴献王妃为圣母 你看这么叫行不行 同时啊 献上另两名官议员的奏书啊 这他们一伙的 一个叫侍郎习书 一个是袁外郎方献夫 和这些奏章 集合侍宗的心意啊 马上把庭臣们都找来 接着再商量吧 讨论大礼仪的问题 上次金殿着火那茬 他算忘了 那一寸闹火灾 好像大臣吓唬这家境皇帝 你看看 你该认的不认 不该认的瞎认 上天惩罚了吧 所以当时他顺从了 没加这皇字 现在不火灾也过去了吗 你们接着讨论吧 这皇字怎么个加法吧 这时的礼部尚书 叫汪俊啊 汪俊跟门武大臣商议 一致反对 贵恶这帮人的提议啊 好些大臣 是郡书力争啊 惹恼了世宗家境 把这些反对讨论礼仪问题的大臣 都扣了工资 先夺俸 汪俊见此情景 只得退让啊 同意在兴献地 兴献后前面 加一黄字 地后前面加一黄字 不就皇帝皇后 这不好听了吗 但是世宗觉得 还是不满足 没达到我的想法 就到南京 把那两位给我找来吧 贵恶呀 张聪啊 被招进北京 宠义大礼仪问题 张聪贵恶上书提出 金之家称 不再黄与不黄 实在考与不考 世宗根据这一条 要求为父母再加尊号 汪俊众人 力荐不成 怎么拦也拦不住了 干脆病了 不干了 是诈病辞官呢 就在这年四月 明世宗家境 下令追尊 新宪帝 为本生皇考 供穆献皇帝 多乱呢 新宪后为本生母 张圣皇太后 在奉天殿旁边 另立寺庙啊 这算满了意啊 张聪贵恶这两个人 在这一次大礼仪争变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深得世宗家境的欢心啊 没多久正式调回北京 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却受到了京城群臣的斥责 有的提议应该 就在金殿上把这俩打死就完了 避之于庭嘛 吓得贵恶不敢外出 吓得这张聪啊 每天上朝 这都提心吊胆 左贵右盼 他怕人暗杀他 你这何苦来的呢 自从杨廷和辞官之后 这个世宗家境 越来越以众张聪贵恶等人了 在家境三年七月的这一天 世宗家境在左顺门召见群臣 事宜诏书 说张圣皇太后尊后 应去本生二姿 哎呦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那好像大臣都吓住了 怎么呢 本生这二姿是你要求家的 怎么又撤下来了 这这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的文章吗 不是亲妈 谁也没敢那么想 就这会儿张聪了贵恶 这帮人又站出来了 胸有成竹的 站到百官之前 又一通慷慨陈词 告诉为什么要去本生这俩子 然后指责这些礼部官员 欺君网上 结党因私 这一下把大臣都给气急 群臣万分激愤 九卿啊 瞻世啊 汉林啊 济世啊 御史啊 六部啊 大理寺啊 这么说吧 所有的衙门先后递交辞成啊 要不集体辞职的 要不就把这事好好论一论 到底谁结党因私 家境皇帝根本就不理会 这真是骑虎难下了 大臣们一律难消 早朝之后 谁也不肯散 都不走 聚集在一块 分析形势啊 有的说 想必是 要改改 称呼 称孝宗为博考了 想到这一点 立不得又是郎和孟春站出来了 慷慨激扬 诸位 当年宪宗朝的时候 以慈役太后的葬礼 姚魁姚大人挺身而出 率百官浮枯于文华门啊 这是我朝过去的事情啊 现今我们就不能一起来抗争吗 言外之意咱们也跪着哭啊 杨廷和的儿子 汉林编修杨慎 也一张鸡愤啊 你想 他爹地儿被挤了走的呀 诸位 国家仰世一百五十年啊 仗劫死役正在今日啊 打死又算得了什么呀 咱们是对的呀 有编修王袁正 还有其他几位大臣 一同响应 对 咱们大干一场 万事瞻扬 再次一举 有不利争者 共击之啊 谁不跟咱们一块干 咱们打的 这大伙群情激愤 都激动起来 就这样 本来散朝应该撤 谁也没走 数百名朝廷官员 一起就跪伏在左顺门 跪伏的人群中 有九卿二十三人 汉林二十二人 几市二十人 御史三十人 中苏的郎官 吏部十二人 户部三十六人 吏部十二人 兵部二十人 刑部二十七人 公部十五人 大理四属的官员 还有十二个 这边人是一边跪着 一边哭啊 高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直呼孝宗 你看看这后边怎么办吧 世宗这会儿 正在文华殿休息呢 一听谁在外边一块儿 嚷孝宗皇帝 叫我大爷名字干什么呀 闻讯大惊 急忙派太监 到外边看看 太监回来一说 世宗家境 大怒而喜呀 传阵之意 让他们快快退下 太监去的历史 回来的更快 陛下 大臣们说了 他们 不走 太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